Ladies and 乡亲们 各种古的 这个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 你要了解中国的历史 就应该对中国以往的朝代怀有一份温情与敬意 这是他的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讲的 那也就是说钱先生认为 所有的朝代都是我们祖先经历过的事情 都应该尊重 但是近些年来中国人看历史读史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人为的抬高一些朝代 而去贬低一些朝代 也就是说有了厚此薄彼之心 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三个王朝是被人为的拔高了 拔得很高 哪三个王朝呢 就是汉朝唐朝和明朝啊 这个三个王朝拔得太高了 为什么呢 可能我想啊 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发达了 然后这个民族主义思想膨胀啊 所以呢我们往往认为中国历史上我们汉族王朝最强大的时代 最有骨气的时代就是汉唐明三朝啊 相反呢像这个宋朝是被贬得很厉害 还有呢就是清朝被贬得很厉害 人为的就给压低了啊 所以我就想呢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聊几句啊 首先呢咱们中国人一说啊 就这个雄汉盛唐啊 到今天呢你看中华民族的主体人口最多的民族被称为汉族 海外华人住的这个China tongue被翻译成唐人街啊 一说起明朝来 大家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啊 最后的汉人王朝君王死设计啊 然后这个天子守国门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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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来了 但是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啊 这些王朝是不是真像你想象的那么牛逼啊 首先声明的啊 都要怀有一份温情与敬意啊 我只是呢把这个有一些个大家人为拔高的地方想跟大家说一下 诸葛亮的出师表 这个在初中大家就应该学过啊 诸葛武侯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之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兴隆也 也就是在诸葛武侯的眼里 前汉是兴隆的 后汉是兴隆的 那么两汉四百年的历史 有一半在诸葛武侯眼里是不咋样 确实东汉就是开国的三个皇帝 光武帝明帝张帝还行 再往后就真的是黄鼠狼下号了 一波波一波 到了184年黄金之乱 汉宪帝那几十年就已经名存实亡 就不算 中间呢还被王莽还窜了个十几年 所以说是四百二十年的这个汉座 实际上满打满算就三百七十多年 因此呢东汉不算了那咱说这个西汉 那说的前汉兴隆 前汉兴隆是不是每一朝每一个皇帝都兴隆 前汉一共十一位皇帝 头四位高会文景 高祖会帝文帝景帝 大家都知道修养生息 对吧 甚至对这个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给人送山寨版的公主 给人送那个金箔 让这个匈奴别打我 但是匈奴屡屡屡入边屡屡入寇 然后地方上又有诸侯国作乱 中央的统治思想到底是皇老之术还是儒学 也争论不清 直到汉武帝的时候 朝廷六十多年的储基 高会文景四代攒下六十多年的储基 以此开始反击匈奴 然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拓地千里把这个河西走廊地区 囊入这个大汉麾下 使墨南吴王廷把匈奴打跑了 但结果呢 有王秦之师而免于王秦之祸 这是司马光对他的评价 唐太宗说 汉武穷兵三十余年 疲弊中国所获无几 这是唐太宗对他的评价 唐宋仁对他的评价 现代历史学家简博散说 汉武雄徒载史篇 长城万里进封烟 何如一曲琵琶好 民敌无胜五十年 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打的是民力凋敝 战事死亡多少都不用说了 六十万匹军马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马最盛的朝代 六十万匹军马打到还剩四千匹 所以汉武帝跟自己的接班人 昭帝刘佛林就说了 我这么作就这么作了 后世子孙习朕所为 是习王秦之继也 再这么干 那就作死了 不能再这么干了 所以昭帝赶紧改宪庚章 在大将军霍光这人的辅导之下 改宪庚章 后来传到宣帝 就是汉武帝的曾孙宣帝 昭宣之志 谁想说白了就是给汉武帝擦屁股 你他浩大喜功 他在位时间又相当于西汉的四分之一 他作了这么多 这个留位的烂摊子是给这个后世子孙了 后世子孙给他擦屁股 所以一个是汉武帝他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不是说我一贯伟光正吗 我伟光正到死 他意识到我这么做不对 所以后世子孙不要再这么干了 另外就是他这俩接班人 昭帝和宣帝都及时耕章 这也不错 你不像这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 这仨路易一个比一个能作 最后身死国灭 一个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 再一个他这接班人不错 所以他在避免了亡秦之祸 但是他也延续了多少年 再到后边原帝成帝平帝挨帝 原成挨平 这四位皇帝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最后就走向下坡路 所以你说这个西汉强大 他什么时候强大 往高来说 就是武帝昭帝宣帝 也就是中江那撒谎的还行 前面高惠文景攒劲 后边原成挨平灭亡 所以你说是二百年都强大吗 是整个汉朝这四百年都强大吗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点 人为的扒高了 因为他打过匈奴 所以我们就觉得他很牛逼 但是你打完了之后 匈奴不还是匈奴吗 五湖十六国都是不照样进入中国推翻了西进吗 他们还是这样吗 再一个就是说唐朝到唐朝 哎呀这个圣唐更是让人非常的向往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非常得意的讲 圣唐的疆域东到大海南到南海北到外星南岭 就是今天斯坦诺夫山拜 库叶岛就是今天的萨哈林岛 然后呢这个西到咸海啊 然后有专家还能算 一千六百万平方公里 跟今天的俄罗斯差不多大 我悠然神亡 牛逼大了 但是教科书没有告诉你的是 这个疆域维持了几年 只有短短的三年 谭高宗总章元年到总章三年 只维持了三年 而且古代的疆域 跟今天的版图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那古代没有说像今天立个戒碑 是吧 这边写的大唐 那边写突厥 突厥连文字都没有 你这个戒碑有毛用 你修长城都没用 你甭说你立戒碑了 所以他的那个疆域更多的相当于今天的势力范围 今天我实力强大 我天可寒 哗一下 我疆域又扩大去了 过两天我实力收缩 这哗我就收回来 上千里的国土 可能说要就要 说不要就不要 所以你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河西拢幼全部沦陷 吐蕃人冰封直逼这个凤翔 离长安就一百多公里 你连陕西都保不住了 你还险海呢 是吧 东北地区那是渤海国的地盘 枯叶岛外星安岭归尼管吗 怎么可能归尼管 人家人家渤海国 再往北是墨赫人的地盘了 然后这个像这个朝鲜半岛也是 后来统一新罗 他基本上就把朝鲜半岛大步给占了 所以你那个疆域没维持多少年 到了唐德宗的时候 连天特寒的这个称号都取消了 那河西四郡全部沦陷了 像敦煌什么的地方全部沦陷了 当地人都是说土拨与信仰 藏传佛教 沦陷了八十多年 后来趁土拨内乱 张义朝在起义 让那个地区回归 那才成立这个归义军政权 朝廷也只是给了他一个空弦 归义军节度使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支持 所以你说这个唐朝很牛 他也牛的时间也就那么长 然后再有了就是说到明朝 明朝因为这个中国历史 大规模出击末北的朝代 就是这仨汉朝 魏清获屈病 后来的斗故斗县 东汉的斗故斗县 反击匈奴风狼居须 今天在蒙古国都不都发现那块石碑了吗 然后唐朝反击突厥 明朝这个成祖皇帝武征末北 都到了今天的蒙古国境内 但是呢明朝最被这个大家赞颂的事啊 这个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王朝啊 你看他的首都在哪 北京南京长安洛阳 都是天子守国门 为什么都是天子守国门 道理特别简单 没有常备军人 只有职业的农民 没有职业全脱产的军人 所以这些个职业农民 他要为国家服兵役 他服兵役 他主要在两个地方服兵役 一个是在首都 一个是在边境 所以把首都搁在边境上 天子守国门 就免于这个老百姓来回的调动 他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再有呢 历朝历代 但凡建都 必须要有两个原因 除了什么山河之险 这什么运输方便 经济发达 这都不用说了 必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离自己的根据地均 为什么辽金元清这些王朝 要定都在北京 南控中原 北连朔末 离他的家乡近 南下可以进攻中原 打不过就跑回草原去 为什么隋唐要定都长安 关隆贵族集团 就是那地方的人 所以得离我的老乡近 为什么这个东汉定在洛阳 刘秀是南洋人 为什么宋齐良辰定在建康 就是南京 那也是离他的家乡近 朱元璋一开始 为什么把都城定在南京 因为他是安徽人 离他的好友集团 淮西集团 南京不是离着这个安徽最近吗 离着安徽最近 所以他离他的根据地近 后来朱棣为什么要迁到北京 那是他的根据地 所以第一个 你要跟自己的根据地近 再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面对主要威胁 所以为什么这些王朝 都城定在长安 你甭管是汉代的匈奴 还是唐代的突厥 离长安其实都很近 陕北以外 那不就是少数民族地盘吗 尤其正对核套地区 他为什么要那都是这么干 不光是明朝 这个天子守国们 其实哪个朝代都是 明代的长城 比秦代的长城 已经后退了一千华里 那也就是说呢 你传统汉族王朝控制的地盘 明代是不如秦代的 反而再往这个南退 你像这个尤其这个核套地区 不但外套丢失 连那套都丢了 所以你像宁夏镇 顾元镇 都在黄河那大拐弯以南 以北人是蒙古厄尔多斯了 所以他实际上是 他都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这么干的 不是把它看作是多么牛逼的地方 咱们老说这个明朝对外战争 是吧 就没有输过 但是你看你对外战争 你打的都是什么人 葡萄牙 是吧 荷兰 而且葡萄牙你打不过人家 你不是跟葡萄牙人学会的这个佛朗基炮吗 你不是跟荷兰人学会的红衣大炮吗 你最后这个明朝跟后金作战 还得雇葡萄牙炮手 去给你当教官去 去操纵这些红衣大炮 对吧 平成用炮 你才能对付后金人 最了不起的一仗就是抗国元朝 但是日本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是强国 是吧 尤其是日本也没有骑兵 也没有火炮啊 只有火冲 没有火炮 所以你 你这个倾尽全国之力 搞了这场战争 最后朝鲜人总结 大明父母之邦之王也 未尝不始于东征 是因为我救我们 救的太使劲了 把自己的劲耗尽了 才灭亡 而且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认为啊 就被自己人搞死不算啥 被外人搞死不行 所以呢 汉朝被自己人搞死的 两汉都是被自己人搞死 全臣篡位 唐朝是被自己人搞死 被这个这个节度使朱恩搞死 明朝是被自己人搞死 一个下岗的邮差 就把明朝就给颠覆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被自己人搞死更丢人 甭怪是你的臣子还是你的这个子民 把你搞死是更丢人的事 因此我感觉啊 这三个王朝就有点被人为的拔高了 你崇拜可以崇拜 不要去人为的去拔高他 就这么个意思 那至于这个宋朝和清朝是怎么被人为贬低的呢 下一期咱接着聊 您别忘了点击下车的小铃铛 来订阅YouTube袁腾飞频道 谢谢大家